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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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点 我先帮你接绑 好好好 大哥 那个家伙怎么处理 让他取代你的位置 大哥 能不能让我打他几拳 几拳就好 人都昏了有什么好打的 等一下还会有人过来 你躲在门口 等他过来直接打昏他 好嘞 这样就差不多了 浑身抹了灰 再加上之前打的伤痕 应该能糊弄过去了 真是罪有应得 兄弟 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看见那个又矮又黑的矮子了吗 竟敢骂我 朱秀 这荆家家主的 我去你奶奶的 大哥 接下来怎么办 杀了他 别 以他的智商 留在荆家会比较有趣 现在 我们去看看他带来的人吧 我照逍遥发誓 若是我能从这里出去 必将你荆家满门途径 真是好生的怨气 你是荆家的人 荆家 荆家 突破了第一层变异的龙形变异体吗 他奶奶的 我大哥好心救你 你去恩将仇报 我打死你个白眼狼 那个白眼狼还敢躲开 等一下 你们不是荆家的人吗 你才是荆家的人哪 你们全家都是荆家的人 好吧 是我错了 刚刚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 在下赵逍遥 知道就好 我叫高东 是鼎鼎有名的矮人族 在我身后的是救了你命的 我的大哥 叶清云 现在 他也是你大哥了 大哥 怎么 你还不愿意了 让你做我大哥的小弟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去 好了好了 少说两句吧 我可以帮你压制 你体内的变异之毒 真的吗 这变异之毒 奇养难耐 若是能压制 别说是大哥 让我任你做义父都行 压制是可以 但是想要完全清除 目前还做不到 够了够了 大哥 你是我亲大哥 嗯 如此可教育 好了 我们先出去再说 别让大哥 你先帮我压一下 就压一下 我养个受不了了 这个先不解 我们先出去再 不行啊哥 真的忍不住了 你小子还真是不惊慌 赶紧松手 现在什么情况拎不清啊 该死的 派去末日阵的队伍 竟然全灭了 你们给我严加防护 不许放任何人进来 是 报 家主 之前金智带了一个 不明身份的人进入地牢 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 我怀疑 什么 走 去地牢 请这样 醒醒 快醒醒 家主来了 谁 是谁啊 既敢打我 我 大哥 是你啊 矮人呢 在的 矮人在的 大哥你看 矮人不就在这里吗 他们敢睡觉 看来是打得不够啊 打得 赶紧给老子醒过来 怎么 大哥你也想来吗 等等 这声音是 你个臭傻逼 你竟敢打本小爷 嗯 这声音是有点耳熟啊 儿子 爹 我被打得好惨啊 天智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叶清云放进来的 叶清云 什么叶清云 我不知道啊 我是带我兄弟进来的啊 他还说 想见赵逍遥来着 该死 快去看看赵逍遥的牢房 是 大哥 你误会我了 我那兄弟 可是王辰古家的人 我们要是能搭上关系 那可是一步登天的 难不成大哥是嫉妒我 找到个好兄弟 特来为难我的吗 这 大哥你可就 不 赵逍遥不见了 这 什么 这头穿珠 老子杀了你 叶清云 好一个叶清云 今日就算你躲在星尾学院 我也要杀了你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好 那回来吧 分身竟然也能吸收灵力 可惜存储不了太多灵力 否则就不止能提升两重境界了 好了 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回去休息吧 叶清云 你个小王八蛋 给老子滚出来 是金家家主金业 他怎么来了 叶清云 是那个新人王吧 这不是金家主吗 天色这么晚 不知金家主有何贵干 你看 星红长老 叶清云是你们星尾学院的学生吧 他打伤我小儿 杀了我大儿 还放跑了我金家的奴隶 我这次来是要找他算账的 叶清云 怎么 星红长老和他有交情 不过就算有 今天我也要杀了他 你可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金家主误会了 这种祸害我们学院是绝对不会包庇的 金家主想杀就杀 放了走 我这就带你去他的住处 天助我也 这小子竟然得罪了杨石井一重的金业 不用去找了 我就在这 他这么用的吗 那可是金家家主呀 金红 那就是叶清云 对 他就是叶清云 小子受死 小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